我先講一下李嘉芬這個 他去台中這個地方 他代夫出征 對不對 到這個地方 因為說實在的話 你地方派系 現在韓國瑜身邊剩下多少 只剩下地方派系 說實在我們這樣算一算 年輕人根本他沒有票 那你如果說說一些比較冷靜 比較一些思考的人的話 你也發現 慢慢的也對韓國瑜失去信心 所以韓兵出來 有辦法搶年輕人的票 對 問題是能夠搶幾票 我跟你講那個宅男的幾票 那個說實在 而且那個宅男說實在 他投票那天搞不好 天天在上網 在看韓兵的照片 也不會去投票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不要說 所以他今天講說 李嘉芬講說 這是自治史上最慘烈的選舉 我就勸他說沒關係 不會太久了 我之前就一直強調說 韓國瑜的支持度 從最高點之後 我就跟你講 你沒有見數 沒有政績的話 你只能讓人家檢視 那檢視的話 你經不清 經得起檢視 對不對 後來不是有什麼小三酗酒 跟一些其他 有的沒有的一直出來嗎 對 那你每檢視一次的話 你一直要承受不住的話 你的票就是分分散一部分 所以我在那時候講說 預告就講說 他的票是往下掉 支持度是往下掉 對 那我也講過說 欸 三層 三層是一個坎 對不對 你三腳 剛才基本就三層了 你三層 破了之後 很多人就開始跳船了嘛 你有沒有發現 我上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講說破三層是一個坎 對不對 對 可是你看 這個禮拜出來的三腳都的 他都只有兩層多而已啊 我說很快嘛 一下子就看到兩層五了嘛 接下來就兩層左右嘛 而且我就跟你講說 速度會非常快啦 因為大家也想要跳船 現在沒跳船的存什麼 存地方派系 可是你說地方派系 漂哥一直在挺韓國瑜對不對 我只能說漂哥有情有義啦 其他要講什麼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你今天紅黑派出來 張青棠 好的 紅黑兩派 台中 那你有沒有看到雲林呢 對不對 張榮會是叫哭客 問題是 其他人呢 對不對 你說彰化 彰化有誰出來 有沒有像漂哥這麼挺他 你說傅崑琪呢 有 彰化有啊 蕭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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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典林啊 議長啊 他是在造勢的時候 他都不理不去 站在他旁邊 有沒有像漂哥 他都這樣 又跑去南部 給他聽 叫他來台中 給他聽 也沒有啊 沒有人動作這麼大嘛 對不對 那你說彰化好了 我們講二零一八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那王慧美代表彰化出來 國民黨選彰化縣長的時候 欸 彰化派系 不是只有紅白兩派 而且光白派的話 你知道嗎 他裡面還有分很多支派 包括黃石成家族 什麼家族 全部白派裡面都很多支派 那個時候是誰下去喬的 那個時候是王金平下去喬的 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把林昌明 鄭如芬 還有蕭景田 全部都喬喬喬喬喬 藍營 我說實在 他們就在講說 國民黨藍營的話 已經好多年沒有看到這種大團結氣氛 所以王慧美才會在彰化選贏嘛 那個時候是王金平主動在那邊串聯的 你以為說國民黨自己派系 自己組合起來 別說了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現在看起來的話 元金標這個我真的講說 還是只能講說有情有義啊 對不對 那你說 好啦 那你有情有義的話 你說實在在台中這個地區 我常常講說 在都會化越深的地方 都會越發達的地方 派系的力量是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被削弱 所以你說好元金標這樣用力挺的話 到時候真的能夠幫韓國瑜 能夠拉多少票 我也是打一個問號啊 那你說這個民調出來 這個這一份好感度 這個民調 那就是跟你講 你看 這裡面為什麼他好感度 只超過習近平 對 習近平天高皇帝元 他在台中 他不要來台灣 你為什麼人家把習近平列在裡面 列川普你看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告訴你說你韓國瑜 如果住在台灣的 你都拚不贏 你都 只能贏就住台中的 對不對 連川普那種在美國的你都輸掉 所以就告訴你說 這個好感度的問題 好感度是什麼指標 你知道嗎 一個人如果變了心 對你討厭你這個人的話 你就很難把他心往回來了 所以那個好感度一直往下降 告訴你說 這些是一個趨勢往下 討厭你的人越來越多 這些人不可能回頭再來喜歡你 這就是他的最大危機 這個民調就是告訴你 就告訴你這個樣子 那你韓國瑜還要怎麼樣 對 而且是反感 這是反感不是說沒有感覺 對啊 對他好感的人只有30.9 對他反感的人48.4 已經快要過半數 就是說你在台灣路的看 你親自抓一個來問 兩個就有一個說我 我討厭韓國瑜 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個很恐怖的指標 你在台灣裡面 親自抓一個 兩個裡面就有一個 告訴你我很討厭韓國瑜 那你韓國瑜還要選嗎 我從以前就一直在場講說 你韓國瑜 你說實在話 你要廣結善緣嘛 可是你看這些人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他為什麼今天會到這個地步 韓粉 我跟你講最近這幾天韓粉 不知道是因為那個情緒性的問題 走一轉又走走是怎麼樣 又開始來我那邊在留言 對不對 在我們那個突發奇想那個網站裡面 臉書裡面又在留言 還有一個女的很奇怪 每天都什麼照口夜照口夜 那好像已經 我剛剛說真的人有病就要看醫生嘛 對不對 我們每天才講一次而已 有些來賓還不像我一樣 我是每天在這邊講 有些來賓還不一定 每個禮拜天每天都講 你每天在那邊照口夜 照口夜 而且一天要貼五六次 到底誰口夜照得多啊 對不對 我真的叫記事 而且那個韓粉很奇怪 他說看你們講話就想吐 哎 台灣你們為什麼會自治史上最慘烈的選舉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韓粉造成的嘛 你韓粉從以前就一直出征一直搞 搞到這個當然慘烈啊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還 你反求自己 你去看人家說黑韓黑韓的慘烈 我跟你講黑韓的話也頂多嘴巴講 你韓粉是用詛咒的啦 連之前那個動作那個穿銀圈出來的時候 還有騎摩托撞人家攤犯的 動作都有了 所以到底是最慘烈是誰造成的 你要搞清楚對不對 所以這次成的韓粉 我真的要勸這些韓粉 你整天來 剛才我之前的臉書上留言 現在罵 表情你有看嗎 你愛看我還要罵 我說實在你這個就是怎樣 強迫症 有病真的要看醫生啦 說實在話 我真的勸你啦 你愛看又愛罵 人家是說我乾脆就不要看不要理 就不理你這樣 像我就不理你 你講什麼我就插插你對不對 那你又來看了之後又看了又不高興又要罵 所以就覺得這個問題很大 好啦 為什麼我不告你你知道嗎 因為我表示你有來看 你有幫我們那個收視率 貢獻那個數字 對不對 看在這個這一點小小的情分上 感恩的心啦 對啦 所以我到現在愛與包容 對不對 而且我可是我跟你講 我的底線在哪裡 人身攻擊喔